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这不可能 我爷爷一生饥饿如愁 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 他一定是被人胁迫了 孙老虎示意我先坐下 问黄小桃说 假如宋阳被人胁迫 你能感觉到吗 黄小桃朝我看了一眼 哪怕有一丝威胁 我也能感觉到不对劲呢 是的 孙老虎继续说 我和你爷爷当年的关系 也是这么亲密 我们不但是搭档 也是挚友生死之交 他如果被人威胁 我不会感觉不到的 这案子前后 他并没有什么异常 结果那天晚上 他突然烧毁证据 下令释放嫌疑人 从这件事之后 你爷爷就很少再参与破案了 只是偶尔以顾问的身份 指出一些大方向 我俩就好像从此分道扬镳了一样 有一年我去找他喝酒 当时你也在 不过你才五岁可能没印象 你爷爷喝醉了 他说他这辈子就干过一件亏心事 这件亏心事 让他一直以来 这些年也不能没 我对此心照不宣 我攥紧拳头 两手不住的颤抖 爷爷竟然亲手包庇过罪犯 我心中一百个不愿意相信 可是孙老虎言之凿凿 而且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他完全没有理由骗我呀 两久的沉默之后 我说 孙叔叔 我想重启调查 孙老虎拿起桌上的烟 发现已经烧掉烟屁股了 他又点了一根 说 你们特案组有这个权利 我无权过问 但是这个案子过去太久了 尸体政务全部不在了 嫌疑人可能也已经去世了 查下来难度太大 也许到头来 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案 我咬着嘴唇说 刀神把他寄来的用意 就是想告诉我 我爷爷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正直 他是一个该杀之人 我怎么可能接受这个事实呢 我想这里面一定有隐情 人是不可能突然性情大变的 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孙老虎正色说 你要去我不拦着 但是三思而后行 不要被亲情蒙蔽了理智 我站起来说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特案组其他成员留在南疆市 应对突发情况 黄晓涛叫道 聪阳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 特案组没有你 不就是没有灵魂 要查就一起去 孙老虎常常叹息了一声 似乎知道拦不住 摆了摆手 说 那就去吧 祝你们好约 希望你能还赵灵一个清白 因为连我也不相信这件事情 我俩辞别孙老虎 既然都回来了 我顺路回来一趟店里 取一些工具来 但是又怕被宋贺廷看见 于是在店附近给王达力发了一条短信 叫他拿上东西过来一趟 一会儿功夫王达力提了个袋子过来了 在黑暗中东张西望的 被我一下叫住 他吓了一跳 说 宋阳 你可回来了 你那姑姑快要把我们折腾死了 我这两天 每天在他监视之下 按时吃饭 按时睡觉 他一会儿游戏就被数落 白天还得陪他到处逛街 我怎么突然多了个妈呀 我一阵想笑 宋贺廷果然是个控制狂 王达力这种自由散漫的货 正好撞到他枪口上了 我说 达力啊 对不住啊 我还得离开一阵子 王达力问 去哪啊 凉川 去那么远地方干嘛呀 你要跟小桃姐姐私奔呢 黄小桃苦笑 我们要私奔也不去那种地方啊 怎么也得去马尔代夫或者夏威夷啊 王达力说 真羡慕你们这些自由人 我去查个案子 辛苦你了 回来我再加倍补偿吧 王达力露出一副想哭的表情 关键是你公公啥时候走啊 我的苦日子 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我安慰说 按时作息不也挺好的吗 我公公还是一位武林高手呢 你没事的话 可以向他请教三圈两脚的 以后遇到小混混 也能在洛悠悠面前装个逼不是 王达力拍着脑门 大喝了一声 哎呀 你还别说 那天呢 在街上遇到一个奖包的贼 你公公一脚踢起一个一拉罐 隔着十米距离 把那人打了下来 我当时就惊呆了呀 你那可爱的堂妹也怪厉害的 她交给悠悠一套防身术 每天晚上拿我练手 你叫你叫 我这胳膊还轻着呢 我拍拍她肩膀 哎 多保重啊 对了啊 我这个月啊 都在外面查案 店也没照顾上 这个月的提成呢 就别给我了 当做陪公公出去玩的花销了 王达力说 呃 行吧 早点回来 解救我脱离苦海呀 我和王达力拥抱了一下 搞得像生理死别一样 然后我和黄小桃坐晚上十一点动车回江陵 回到酒店 孙宾兴在看电视 叫我们进来 伴着鬼脸说 有必要偷偷摸摸的吗 和我说一声 我就把房间让给你们就是了 黄小桃骂道 瞎想什么呢 我们刚刚回来一趟南疆市 什么 孙宾兴大吃一惊 我说 我去把宋星辰和王辕朝叫来 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我们五个集中到了屋里 我把卷宗拿出来 说我打算去凉川 复查一桩陈年旧案 这一趟是我自己的事情 而且案子可能也破不了 大家可以选择不去 众人纷纷表态 孙宾兴第一个举手 松阳哥哥去哪 我就去哪 王辕朝点点头 我没意见 宋星辰更是没意见 他不可能放我一个人 去那么远的地方的 于是第二天下午 我们就坐飞机去了凉川 我头一次来到这么北的地方 放眼望去是万里无云的蓝天 空气干燥 手碰到什么都会经常起惊电 但气候也不是太冷 整座县城 让人好像回到九十年代似的 可是也别有一番西北的风土人情 在孙宾兴倡议之下 我们找了一家兰州拉面馆吃饭 品尝一顿超豪华的正宗兰州拉面 吃完东西 黄晓涛建议说 先去当地市局打个招呼吧 跨省办案 礼数不能免 我们来到市局 找到当地局长 说明来一之后 局长一脸发懵 他不知道什么特案组 也没听说过我们 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 来参与这桩悬案 局长搔着头皮 问道 是公安部的命令吗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说明 就说 您知道宋兆林和孙虎吗 这案子最早其实是他们经受的 孙虎是我们的局长 宋兆林是我爷爷 局长摇头 哎呀 我上任才十多年 没听说过这两位高人呢 不过你们愿意调查的话 我局自然会全力协助 这起梁川连环杀人案 最近在网上挺出名的 被列为什么建国施后十大悬案 倒是经常有人跑来打听 最近就有一个金影公司的导演和编剧来这里 说想把它改编成电影 哦对了 那两人还在招待所呢 要不要去见见呢 我摇里摇头 不必了 可以的话 我想先看一下卷宗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